Naturecank Remix Hello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介紹這一部Q2Mã Vo 這部Q2Mã Vo只能夠光看黑白照 其實黑白照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 從中學開始就已經去攝影學會 學習怎樣去衝一同飛鳥出來 然後曬照 以前在家裡找過神台燈 即是那些紅色安全燈 在家裡都可以自己玩到黑白照的 直到現在我拍婚禮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交黑白照給一對新人 為何會這麼喜歡黑白照呢? 因為黑白的表達能力 我覺得是比彩色更加美 有時色彩是有一個趨勢 例如今年看到這隻顏色很流行 十年後看回婚禮 為何這隻顏色這麼老套 就有這個問題出現 但黑白照永遠永遠都能夠表達 當時的情況 情感是怎樣 亦都不會過時的 所以黑白照是不會有這個時間的限制 亦都不會有這個過時的感覺 今次就帶回Q2螢幕去街拍了 我這條影片比較特別 就是我一邊拍一邊有個鏡頭看著我 究竟是怎樣拍 怎樣去構圖 怎樣去捕捉不同的情景 其實去街拍不代表三件事 就是觀察力 就是捕捉和等待 經常都說 你去街拍的時候 為什麼拍不到東西 會不會是你的觀察力比較低 其實身邊的事發生的事 你有觀察力都可以拍得很漂亮 還有就是捕捉 例如你身邊行過的事 人物 怎樣去捕捉他的表情 看到一樣有趣的東西 怎樣很快去拍到一張照 亦都是街拍其中一個主要的技巧 當然你看到一些大師拍的照 光光這麼厲害的可以拍到這些照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拍一張照的背後 可能你經過很長時間的等待 等一個主體入到你那個範圍裏面 才去按掣 這件事亦都是街拍裏面分斂自己 怎樣去耐心去等待 而去拍到一張漂亮的照 天啊 先讓你出來 為何要來來做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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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